杨荣冲上热搜第三 相信很多人都被三个字整蒙了 展开一看原来是杨荣粉丝 因为在几波剧沙海的宣传海报上 明明杨荣是官方所谓的领先主演 却在海报上查无此人 而随着粉丝不满增加 吃瓜群种也慢慢了解到 更多的原因是这部改编自男派三叔沙海 原著的季播剧中删掉了大量本音是杨荣所饰演的女主良弯的戏份 大量原著戏份变成与男主的互动CP戏份 引起杨荣粉丝不满 粉丝的心疼与愤懑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自己偶像为了这部戏付出这么多 结果播出来发现主演戏份不如配角 宣传海报上查无此人 官方放出的男女主海报 也被吐槽批图十分敷衍 众多路人表示杨荣对演戏对角色的诠释都是很认真的 应该受到合理的尊重 其实在炮剑印象中 杨荣是一个十分踏实认真的女演员 1996年15岁时出演谢进指导的电影鸦片战争 饰演一个小丫鬟 16岁被上戏表演戏获格录取 2005年因饰演电视剧《少年包新天三》中的小风筝而受到关注 2011年签约了于正工作室 在公所株莲中首次饰演反面角色 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随后陆续参演于正的一系列古装电视剧 扎实稳定的演技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除了演技好 态度认真的肯定之外 更多人对杨荣有着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怎么也红不了的印象 其实关于杨荣不红这个话题 他的导演兼好友余正 很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太懒了 对事业的功力性没有那么强 不过通过很多采访也可以看出来 杨荣本人对于娱乐圈的争名主力 并不是那么在乎的 他更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认真拍戏 自己的表现 有没有让喜爱他的人失望 也有好友说 杨荣本人性格太绝了 对剧本很挑剔 对角色很挑剔 据了解 于正曾经让他出演某部剧的女主 他执意认为女儿更有挑战性 大家都知道想要在某部剧中被观众们记住 最好一定是主角 可惜杨荣一直很固执 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杨荣总是在剧里扮演着各种女二角色 像在云中哥和千金女卑中 相比女主的演技 杨荣所饰演的女二 总是能更多的吸引观众的眼球 立体生动的角色塑造 总是能让观众带入到剧情中去 但主角还是主角 所带来的流量和关注度远远高于配角 杨荣这个有实力的演员 总是得到较少的关注 过了余政多年的女配 美人制造李杨荣终于成为女主 但是再好的演员也抵不住剧本太大 再加上那些年于正电视剧的配色太过鲜艳 观众是绝皮了 引发大量吐槽 但是杨荣在剧中的扮相其实是很美丽 也演出了苏联一的俏皮灵动 当年炮将看这个剧的时候 非常喜欢苏联一这个人物 个人认为他的古装扮相叫知现代扮相来说更美 入行这么多年来 杨荣没有负面新闻 不炒作 除了演戏就是演画剧 或者是参加工艺活动 再如今小鲜肉小花层出不穷的娱乐圈 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实属难得 如今的杨荣也没有想去争取什么 更多的是演好自己的每一部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